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澳大利亚》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澳洲留学规划 制定个人发展蓝图 二、澳洲研究生教育 深造与职业发展 三、澳洲留学生活 融入当地社区的秘诀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留学规划 制定个人发展蓝图 各位未来的澳洲留学生 如果你们正打算从袋鼠国 开启自己的学术探险 那么你们需要的 不仅仅是一顶宽边帽和防晒霜 还需要一份精心制定的 个人发展蓝图 这份蓝图将会是 你们在澳洲留学旅程中的指南针 帮助你们在学术海洋中航行 而不至于迷失在 无尽的海滩派对和烧烤聚会中 首先我们得明确目标 你是想成为下一个 量子物理学的奇才 还是希望在商业领域里 大展拳脚 或者你只是想在 悉尼各剧院前 拍一张朋友圈能刷爆点赞的照片 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 都要确保你的学习计划与之相符 接下来 选择合适的大学和课程 澳洲的大学像星星一样多 但并不是每一颗星星 都会引导你到达理想的彼岸 研究每所大学的课程设置 教学质量 以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记得 选择大学不是选美大赛 华丽的校园和现代的设施固然吸引人 但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的质量 和适合你的学习氛围 我们要考虑到生活的实际情况 澳洲的阳光和沙滩固然迷人 但留学生活 并不是每天都在享受阳光浴 你需要考虑住宿 生活费用 交通和可能的兼职工作 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 确保你的澳洲留学之旅 不会因为金钱问题而半途而废 此外 别忘了利用澳洲丰富的实习和志愿者机会 这些经历不仅能丰富你的简历 还能帮助你建立起宝贵的人脉网络 谁知道呢 也许你的下一个BBQ派对上 就能遇到你未来的雇主 最后 保持开放和适应性 澳洲的文化多元 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学会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这不仅能帮助你在学术上取得进步 还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加圆融的世界公民 记住 澳洲留学不仅仅是一段学习经历 它是一次生活的冒险 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所以穿上你的冒险靴 戴上你的个人发展蓝图 让我们一起在澳洲的学术丛林中探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研究生教育 深造与职业发展 各位同学 学者 以及对澳洲研究生教育感兴趣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澳洲研究生教育 深造与职业发展 请坐稳了 我们这趟知识之旅即将启程 目的地是澳洲 一个袋鼠比人还多得奇妙国度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选择去澳洲深造 你已经赢在了气跑线上 至少在选择气候宜人和海滩美丽的国家这件事上 但别忘了 你去那里是为了读书的 不是为了变成一个专业的冲浪手 或者袋鼠照顾者 澳洲的研究生教育 以其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而闻名 这里的大学 比如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 都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学府 但是 别以为进了好大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澳洲 研究生的生活可不是只有阳光和沙滩 还有无尽的论文和实验报告 深造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澳洲的教育非常注重实践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这意味着你可能会有机会和一些顶尖的科研人员一起工作 或者在野外进行实地研究 是的 野外 那里有可能有蛇 有蜘蛛 还有各种你在动物频道上才能看到的生物 但别担心 大多数时候你还是安全的 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们 除了学术研究 澳洲的研究生教育还非常重视职业发展 许多大学都有提供职业咨询服务 帮助学生规划未来的职业道路 这里的教育 不仅仅是让你成为一个学术界的书呆子 更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市场上抢手的专业人士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学习如何写一篇完美的学术论文的同时 还得学习如何在职场上自如地游刃有余 有趣的是 澳洲的研究生教育也很注重所谓的work-life balance 这意味着在你忙于研究和学习的同时 也鼓励你去享受生活 所以不要感到惊讶 如果你的导师在周五下午告诉你 是时候放下工作 去海边享受一下了 最后 让我们来说说职业发展 在澳洲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率相当高 这不仅仅是因为澳洲的教育质量高 还因为澳洲的经济发展稳定 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 不过 别忘了 你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你的同学 还有那些聪明的袋鼠 开个玩笑 袋鼠们还不会写简历呢 总之 澳洲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获得深厚的学术知识 还能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那就大胆地迈出这一步吧 只要记得 当你在图书馆里熬夜赶论文的时候 外面的星空和海浪都在等着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留学生活 融入当地社区的秘诀 当然 澳洲留学生活不仅仅是关于找到最近的Coles或World Wars 或者学会如何在40度的高温下优雅的汗流加倍 它是一场关于文化融合 个人成长和野生动物偶遇的冒险 所以 如果你想要不仅仅在澳洲生存 而是茁壮成长 以下是一些融入当地社区的秘诀 以及一些可能会让你微笑的小故事 你学会说 G-Day和No Worries 这两个短语是你的通行证 可以让你在任何社交场合中 立刻显得更加本地化 记住 当你说G-Day时 要带着微笑和一种随和的态度 这样你就能立刻赢得澳洲人的好感 二 参与当地活动 加入一个当地的运动队 或者参与社区的义工活动 这不仅能帮助你结识新朋友 还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澳洲文化 比如 你可能会在一个烧烤活动中学 会如何完美地翻考一块澳洲牛排 三 尝试澳洲美食 你可能会被邀请尝试VegeMite 这是一种澳洲人骄傲的酵母 提取物涂抹品 记住 不要像涂抹花生酱那样大把的涂 否则 你的味蕾 可能会永远地记住这次冒险 轻轻地涂在烤面包上 再加上一层黄油 这样你就能体验到真正的澳洲味道 四 了解澳洲幽默 澳洲人以其幽默感著称 他们喜欢开玩笑和自嘲 不要被他们的玩笑吓到 而是学会回敬 如果你能在一个关于澳洲足球队的笑话中 加入自己的幽默 那么你就已经迈出了融入社区的重要一步 五 尊重土著文化 澳洲有着丰富的土著文化和历史 参观当地的土著文化中心 学习一些关于土著艺术和语言的知识 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片土地及其人民 六 野生动物 当你在校园里遇到袋鼠时 不要惊慌 它们可能比你更害怕 保持安静和尊重的距离 然后悄悄地拿出手机 因为这将是一个完美的Instagram瞬间 七 适应天气 澳洲的天气可能会非常极端 学会检查天气预报 并准备好应对炎热 暴雨或者偶尔的冰雹 记得澳洲的太阳非常猛烈 所以总是涂抹防晒霜 八 交通规则 如果你来自右侧行驶的国家 记得在澳洲是左侧行驶 而且不要尝试和袋鼠赛跑 它们在跳跃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 通过这些秘诀 你不仅能够融入澳洲社区 还能享受一段难忘的留学经历 记住 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幽默感 这样你就能在澳洲找到第二个家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澳洲留学规划 研究生教育 以及融入当地社区的秘诀 在澳洲留学 我们首先要制定个人发展蓝图 明确目标 选择合适的大学和课程 考虑生活实际情况 利用实习和志愿者机会保持开放和适应性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澳洲的高质量教学和研究能力培养 使其文明 同时也注重职业发展和平衡生活 在融入当地社区方面 学会当地的问候语 参与当地活动 尝试当地美食 了解澳洲幽默 尊重土著文化 适应天气和交通规则 这些都是融入当地社区的秘诀 在我看来 澳洲留学是一场生活的冒险 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它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学术知识 更是为了培养我们的个人成长和扩展我们的事业 所以 不管你是准备去澳洲留学 还是已经在澳洲留学 记住享受这个过程 保持积极的心态 同时也要勇于面对挑战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澳洲留学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分享的经历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